大家好,我是小優 野元廣志一直以來都是我在蠟筆小新裡面最喜歡的角色 沒有之一 在動漫界他也可以說是第一名的爸爸 那為什麼廣志可以稱為動漫界的第一名爸爸呢? 今天就讓我簡單介紹一下這一集 故事開始於美牙在銀行裡面提領出廣志一個月的薪水 興高采烈的回家 之後要帶小新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巧遇到隔壁的大嬸北本太太 由於大嬸得了花粉症 就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噴嚏 美牙就相當好心的 把從銀行那裡拿到的面子 遞給了大嬸 就在兩人非常高興回家的時候 美牙卻發現 他把薪水給弄丟了 然而再次的確認 是否有將錢給提領出來的時候 也讓觀眾朋友知道廣志一個月賺了多少的錢 就在確認過後 美牙認清了薪水不見了這個事實 也回憶起 當時 將面子遞給北本太太的時候 薪水就這麼滑了出去 也因此就這麼不見了 就讓美牙爆發小宇宙 回去尋找的時候 也不見薪水的蹤跡 最終只能去警察局報案 恨請警察將薪水找回來 不過警察也是說 那得好好地禱告了 就這樣到了晚上 回到家的廣志 看到了十分失落的美牙 就詢問起小新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以後 媽媽要我一起重做一次同樣的事情 我就重做一次同樣的事情 結果媽媽就一直生氣到現在 你把我弄得更糊塗了 就在小新精密的解釋下 美牙便手舞足道跳起了芭蕾舞 並且相當的智責告訴廣志 她把薪水弄丟了這件事 就當廣志聽到美牙把錢弄丟後 她的反應卻是 解決的 就這樣 這集就結束了 最後薪水到底有沒有找回來 我們也不得而知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廣志 他是十分的疼愛自己的家人 面對這種事情 並不是選擇責罵 而是選擇面對他 真的可謂是真男人啊 當然能夠證明廣志 為動漫界的第一名爸爸 一定不只這集 你知道還有哪集 可以證明廣志他 十分的帥氣嗎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優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謝謝各位囉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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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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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